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Robot 今天周五,现在是欧洲股市刚开盘不久 主要的指数均出现小幅的下跌 本周美股的三大指数连涨了一个三天 今天也是有一些回落 这是美股开盘的一个情况 刚开盘不久 像基本上都是都有小幅的一个下跌 股市啊,这个意大利西班牙都出现下跌 目前美股呢,今天到目前为止有一定的调整 高位有所调整 这是道琼斯 目前跌了0.4% 纳斯达克跌了0.5%左右 在今天开盘之后 就是股市期货开盘之后呢 就是在调整当中 没有继续走高 他们前面几天呢,是连涨了四天 当然今天呢 周五八点半将公布重磅的非农就业数据 我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再说说行情可能会出现的变化 希望在数据公布之前 数据公布之后 可以很淡定的看待市场的一个行情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一个机会进行把握 说一下今天的非农数据情况 还没公布 还没公布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在这里 预期呢 预期非农是148万 前值是480万 当然现在不太好说 它能公布是多少 但是我之前是做过很长时间的一个观察 差不多有连续跟踪 非农数据和 IDP就业数据 他们的一个关系 从他们的一个关系里面呢 能看到一些 就是可以对这个非农进行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预测 周三的时候公布的IDP数据 这个7月份IDP就业数据 公布值是16.7万 预测值是120万 当然这个数据是比较差的 比较差 但是行情呢 不管是黄金 黄金是走高了 美元是往下 股市呢是往上 基本上影响不大 但是这个数据 它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它和非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通过长期的一个跟踪 发现了 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 就是它的公布值和预测值 它中间 这次它差距很大 你计算它的一个偏离幅度 那么也就是120万 减去16.7万 约是103万 103万除以120万 差不多在86% 86% 就是公布IDP就业数据 公布的数值和预测值 偏离了86% 偏离非常大 那么这偏离和非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之前做过五年的统计 就是如果偏离度 就是公布值和预测值 ITP的偏离度超过10% 那几乎非农就业的一个报告数据 那和它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它显示就业数据比较差 那么非农就业报告可能也会比较差 当然这一段时间 今年到目前为止呢 疫情影响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数据的 有效性可能不是那么高 但是它偏离这么多 那么非农数据比较差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另外一个呢 还是还有一个周二 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是他 我不知道是在推特上说的 还是在哪地方说的 反正有这条消息推送 就是周五出炉的就业数据 将是一个大数字 这是特朗普说的 这也有可能 但是咱不可能 咱不能因为他说 说的有可能会好 而去交易 最好是数据公布之后 而且还是根据以前的一个预测情况 他有时候会打嘴炮 比较容易打嘴炮 当然他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也剧透过非农 当时公布的数据呢 也比较好 也有可能是 会好 就是因为这个 特朗普他有可能会提前 知道这些数据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非农 从 ITP就业数据的情况来看 非农数据可能会表现比较差 但是 非农数据表现比较差 会不会 黄金会不会再涨一波 那么美元会不会再接着往下走 那么对股市会不会有一定的拖累 行情走势是一回事 数据是一回事 他们两个并没有明确的一个这个因果或者是线性的一个关系 并不是数据好了 行情又涨 数据坏了 还要比较比这个数据更为重要的什么呢 是目前行情的主导因素 就是目前行情的主导因素 今天黄金呢 是有一定的调整 冲高回落 今天到目前冲高回落 早上是最高到了 这个 算是现货黄金 最高是到了2074 最低呢到47 几乎到这一波 这一波的起涨位置 那么 黄金这一段时间的 一个上涨 至少这么一段吧 这么一段的上涨 是什么导致的 或者是这么一大段的上涨 尤其是白银非常疯狂 这个白银呢 白银昨天 今天几乎逼近30 这非常高 这几天涨了百分之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差不多 将近百分之二十 这个很恐怖 三天 那么再回到 这个目前的一个主导因素 目前 黄金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呢 是移情 今年目前还是这个样子 这个中美关系 也还是这个样子 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第三个呢 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 以及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制 第四呢 美元只说一路走低 跌了一个月了 没有反反转的一个迹象 就是日线还在跌势里面 这共同构筑了这一段 强势黄金的一个上涨 包括最近不管是好的一个数据 坏的一个数据 美元的一个反弹 都不能对黄金形成一个打击 同时呢 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周三公布IDB数据的时候 那么道琼斯 道琼斯公布数据的时候 是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公布小幅的下探一下 象征性的下探 当然公布的数据很差 接着是接着继续走 继续走高 周三继续走高 然后周四继续走高 也就是说 无视IDB数据的 这个这个这个利空 非常差 但它开始走高 继续走高 因此呢 这个对股市而言 如果这个IDB数据 如果今天的这个非农数据 不是特别的极端 特别的好 或者是特别的坏 那么对股市的一个影响 可能比较有限 可能比较有限 当然现在呢 是在修复 在调整 这个回到这个震荡区间 有一定的修复 回到这个区间 纳斯达克差不多 纳斯达克稍微好一点 他昨天涨了更多 标普呢 也是回到 将近回到前面的一个高位附近 但是现在都在调整当中 现在以目前的调整情况来看 以及外围市场 比如说德指呀 富时100呀 或者是恒生指数呀 这个恒生指数今天跌了很多 埃股也跌了很多 那么外围市场 至少到现在 跌这么凶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在数据公布之前 可能指数还要调整 指数还要调整 目前主导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这个跟这个数据 数据的影响已经比较小了 就是这个就业数据 至少从IDB公布的情况看 影响比较小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美元指数 是不是有一些机会 咱们看一下 美元指数日线是一跌到底 昨天是二次下探 下探之后呢 今天有所反弹 有一点点反弹 这连续跌了一个月 当然有时候 有时候 不管数据的好 是好还是坏 是利空还是利多 那即便 即便这个数据对它形成利空 它都跌成这个样子了 它还能跌到哪里去 或者是 它跌这么多 前面加速下跌 这个数据有那么一点点差 可能影响就比较有限了 或者是一部分资金 不管是黄金也好 还是这个美元指数也好 可能它前期有多头 有空头 那么在数据公布之前 或者数据公布的时候 它会有 有因为这个数据情况 它会规避风险的 也有赌 也有赌这个行情的 或者是 还有那种超跌反弹的 比如数据非常差 然后借此空头出货 数据非常差 然后你很多人去做空美元指数 那刚好前面的空头 它就已经会出货了 就是有可能美元指数 会在此形成一个 这个转折 只是有可能 因为短线是有一点迹象 走这个反弹行情 前面几个小时 在这个通道里面 底部呢 基本上也是不断抬升 那么目前呢 在往上一个平行通道上面 那么有可能 随着非农数据公布 不管只要不是表现得特别好 或者特别坏 那么对它影响可能比较有限 它可能还会接着走反弹的一个行情 对黄金而言呢 刚才说了黄金的主导因素 黄金的主导因素 目前不是这个就业数据 当然就业数据肯定对它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但是能不能对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是这个数据不改变趋势 它可能会加速 会有一个波动比较大 或者是有一个调整 但是主导因素 不是这个美国的就业数据 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几项 那么这几项呢 暂时不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几项 这几项因素呢 可能未来三个月 或者是未来半年到一年 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 比如说美联储制裁负贷代表的扩张 可能会加强 然后美国赤字可能会加强 装备关系也可能会加强 这个疫情也可能再持续个半年 美元指数了 可能后期再走长一点 可能还会 因为美元的一个信用 可能还会往下再走一段 那么这共同构筑的黄金的强势 刚刚创新高 几乎最近几天 刚刚创了2011年的最高点的一个新高 那么如果结合以前的一个情况呢 以前的情况 上到周线啊 这个最早的时候是1973年 这数据不是特别全 那么他每次创新高之后 比如说这边创新高之后 这能走很多 这创新高之后都会走很大一段 创新高之后都会走很大一段 那现在他创新高 会不会也走很大一段 我觉得中长期 我中长期还是比较看好 这个黄金的一个走势 那么如果今天能够在 非诚数据 不管好换 如果能有好的一个调整 有大的调整 还是一个短线的买入良机 有大的调整的 还是长期逐步的一个布局 多的 这是黄金而言 当然美元指数呢 刚才也说了 可能会有一个反弹行情 至少短线已经开始反弹了 这个呢也算是二次的一个探底 探底回升 有反弹的一个迹象 那么会不会由这个小时线 小时线的一个反弹 变成四小时的一个反弹 变成日线的一个反弹 如果变成日线的一个反弹呢 那可能会反弹的一个空间 稍微大一点 那么非美货币上面 那就有一些做空的机会 比如说欧元 会不会有一些做空的一个机会 指数呢 刚才也说了 这个指数呢 对就业数据影响比较小 这几天 不管外围市场怎么变化 它连涨了四天 连涨了四天 咱们看外围市场 比如说找几个代表性的 日线 不算今天的话 它是涨两天 跌两天 那个得指呢 也是涨一天 调三天 这个恒生呢 是前面四天 涨两天 跌两天 而且后面一天跌的 要比前面跌的更深 因此外围市场 并不是那么乐观 而美股呢 整体还在走强 那么这个数据的一个影响 可能也不是那么大 暂时还是以 以友好的一个调整 就是不管标普 纳斯达克好也好 调整之后 还是以做多为主 这个他们都在 就是标普和纳斯达克 都在创进其新高 而道琼斯呢 可能也要去测试 前期6月8号的高点 那6月8号 后面两天呢 是这一天是什么呢 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然后美元指数 在这一天呢 在这一天 是哪天 我看一下 这一天 这一天的一个大的反弹 大的反弹 是利率决议 这一个是利率决议 那么因为他有可能 这些行情的转折 虽然大部分的数据 重要的利率决议 不会改变趋势方向 但是趋势发生转折 常常是 这些重要的数据啊 或者是这些 非常重要的利率决议 也就是说 10个利率决议 或者10个飞农 有8个不会改变趋势 但是可能会有 一个会导致行情的一个 发生转折 那么在跌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有迹象 有可能会发生 发生一个转折的 好的 这是对行情的一个分析 包括股指 黄金 还有货币的一个情况 在8点半之前 之前的一个半小时 和公布数据的半小时 行情波动可能会比较大 尤其是美元指数 原油和黄金 这个如果前面有单子呢 可以稍微做一个 减仓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如果做长期的呢 可以完全忽视这个数据 当然 如果盘中有调整 比较大的一个机会 还是可以接着做多黄金 那么美元指数呢 也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也可以考虑去布局 当然这还要看 这个数据的偏离程度 就是这个数据 如果非常非常好 或者非常非常差 那么可能会对行情 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差别不是特别大 在一百万之内 那几乎影响都不大 影响不是特别大 好的 这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我们从本周开始呢 在美国动物时间 晚间的九点到四日的三点 会进行股指期货的直播 实时分析股指期货 道琼斯 纳斯达克以及标普 还有黄金 还有外汇的走势情况 然后盘中有好的机会呢 我们也会进行操作 当然近期做的也还不错 这是我们的一个微信 如果想了解 如何进行交易股指期货 如何开户 可以将我们微信详情咨询 每盘的盘中 我们会进行 每盘个股的一个直播 包括温尔王 还有我们的精英的分析师团队 在两个不同的一个平台 进行直播 实时的 有个股机会 也会进行实时的一个操作 好的 这主要的是 今天主要讲那么多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订阅点赞加留言 谢谢大家